第四事件就是比特币价格涨 大家觉得ETF要通过了 开始去市场上去找证据 找到证据炒作证据 比特价格继续涨 前有SEC跟Ripple相来想杀 后有灰土跟SEC扯头发 币圈有一句心灸不衰的真言 三根阳线改变信仰 那么比特币现货ETF真的要来了吗 比特币现货ETF真的来了吗 大家好我们是张云阳怡 区块链每当提起传统金融 总是百感造极 曾经比特币你看不起我 更怕你看不见我 现在真希望你看不见我 毕竟我们眼见着区块链 经历了一个从野蛮生长 到被监管缴杀 现在又要深度拥抱监管的过程 后退英的是加密资产 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位置 稳步向上逐渐走不上台前 先说结论 这次事件就是比特币价格涨 大家觉得ETF要通过了 开始去市场上去找证据 找到证据炒作证据 比特价格继续涨 有没有感觉有点奇怪 比特币现货ETF通过 好像是比特币涨出来的消息 涨出来的逻辑 二级市场中永远充斥着炒作与事实 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盘点一下 这次上涨事件中 哪些是情绪 哪些是理性 事情起源于比特币 价格经历了前一周 CoinTelegram 炸壶假消息冲高回落又冲高 而后市场发出消息称 贝莱德现货Bitcoin ETF的股票代码IBTC 被添加进DTCC的NSCC证券资格文件 DTCC全称Depository Trust and Clearing Cooperation 这是一家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负责清算和结算美国证券市场的交易 于是市场推测着意味着 ETF满足了DTCC的技术要求 可以进行清算和结算 进而演变到比特币 ETF即将获得SEC的批准 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经张一查证 DTCC上市只是将ETF推向市场的标准程序 这通常发生在基金实际开始交易后的一周之内 这个消息怎么看怎么有点蹊跷 果然在添加完股票代码之后 DTCC将被来的比特币ETFIBTC 从它的ETF名单中删除了 比特币随即应声下跌 而根据最近的产品名单 IBTC又重新被加回来了 真是三系韭菜 同时DTCC的人出面批谣称 将证券添加到NSCC证券资格文件中 是标准做法 为向市场推出新ETF做准备 出现在名单上 并不代表任何未完成的监管 或其他审批程序的结果 又开始了 这没办法吗 那事情就很明显了 此次的比特币上涨充斥着大量的炒作 而炒作的背后肯定是有利益相关方的 再次张一再次提醒大家 短期不要跟风 跟风的结果可能是冲上高台站岗 气死人了真是 但是市场是有规律的 市场的规律在于不变的人性 庄家炒作利用人性之中的宝宝情绪 那么现在啊 跟着一个思路走 记住一句话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真正重大的趋势 不会在一天或一个星期就结束 他走完自己的逻辑过程 是需要时间的 短期的风猛 大可不必 长期的投资逻辑 又是什么呢 扬来 张一扬一一直有一个观点啊 推动比特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 有两个 一是中心化政策 二是流动性 先看政策层面啊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下 SEC对加密资产行业的态度变化 现任主席Gary Gensler 在担任SEC主席之前 曾表示对加密货币持积极态度 彼时他的观点是 加密货币具有改变金融世界的能力 然而在担任SEC主席后 他的态度变为 开始强调加密货币的风险 并呼吁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监管 很多问题 在编程中的时间 如果您可以保持你的答案 就能够通过一样 或一样 那会让我们能够通过 尽多数多数多数 从您的 perspective 是更难做到现在 给予金融化政策 接触到美货币的监管 和服务达美货币 比特币的几年 前面 I think we have a role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investor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reclaiming my time sir you have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that during your tenure at the SEC how many rules has the SEC finalized that actually accommodate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are specifically to the digital asset industry so the crypto market can come into compliance it's their rule books that are on the books for years so we have not finalized any new rule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crypto we've proposed some things at best execution we've also sir reclaiming my time the answer is zero and how many enforcement actions has the SEC levied against digital asset companies during your tenure sir I think it's probably 40 or 50 the answer is about 55 这种态度的转变背后是什么呢哎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能够投资cryptocurrency 这也给SEC施加了监管压力其次众议院多数党党编 Tom Emmer 在周二的党内投票中获胜被共和党选为下一任众议院院长 他的当选对加密资产行业是上上千啊因为除了党编职责外埃莫还是国会区块链核心小组的联合主席 赞助了加密货币友好型法案并经常主张将加密货币作为美国潜在的经济驱动力 将他对标互联网繁荣称不应受到监管的阻碍 简直是crypto又好大肆 Garen一宽来学学 最后结合自21年开始贝莱德、富达等传统金融资管集团纷纷入场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政策上我们是在一个向上通道 再看流动性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几周迅速攀升后 就在这周周一16年来首次触及5% 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情 推高利率的推手有很多 包括中东冲突可能导致农员价格上涨 长期罢工导致更广泛的失业等等 我们看到尽管美联储大幅提高短期利率 通过抑制经济活动来对抗通胀 但过去一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 结局是什么 如果长期利率持续上升 就可能会增加更广泛更严重的经济衰退风险 新冠疫情后经济能否软着陆 答案再次扑朔迷离 但糟糕的数据或许也意味着 美联储不会进一步加息 离量化宽松好像也越来越近 顶级加密分析师Michael 曾深入研究了传统经济指标 与比特币价格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收益率市场与比特币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随着收益率出现鉴定迹象 比特币价格可能会飙升 就比如2018年11月 美债收益率的顶部 标志着比特币熊市的底部 2022年3月美债收益率的大幅抛售 也导致了比特币价格的大幅上涨 从这个角度 我们倒是可以继续期待一下 比特币的价格走势啊 那牛司到底什么时候来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2013年2017年和2021年的大牛司 来推演这一轮牛市到底啥时候来 比较这三次牛市你会发现 第三次大牛市的共同点 当时的美元利率都超低 基本都是在1%以下 美元大放水啊 机构进场技术创新 对比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代入这个牛市公式 机构方面不用说了 贝莱德等老钱进场了 纷纷申请ETF 技术创新是有模块化技术 有Layer2 那现在这个公式里缺的是什么 缺的就是最大的发动机啊 美联储硬超级启动 市场大放水 所以我们大胆推测 这次的牛它在路上 SEC通过ETF 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 这是牛什么时候狂飙 那还是得看美联储啥时候降息 很多人都预测说 明年4月份左右都会降息 这么掐着一算也是近在咫尺了 而且市场通常是比实际情况更早反应 那让我们一起为牛市的到来做准备吧 再见